哈喽 我很喜欢你们的生活在一起兄弟俩之间的状态 所以在舞蹈里我也看到了你们的默契 我们私底下也可以成为兄弟 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我 但其实他们跳的是街舞 算是外契界的大手 不是他面目表情太多了 互相嫌弃 是我的菜 在还没有看到的时候我就要表态 关系我凡事看了都很淡 他如果成为我的对手的话 有他好看的 调案灯光 今天是镜子 开了吗 为什么还不开呀 首先AC范范 两位世界冠军 我很喜欢他们的舞蹈的创意 舞蹈的想法 包括上到舞台上之后 整个人变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爆发力 舞台感染力 他们其实今天没有表现到他们百分之百的力量 但仅此而已 我从头到尾都是起着鸡皮疙瘩看完的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你们两个人 而且我非常需要你们两个人 有一位领队叫做任嘉伦 他也跳了很多年街舞 其实我们可以配合得非常的不错 人嘉伦战队邀请你们 很兴奋 我生怕就是我如果少说一句 他们就被别人抢走了 AC和范范会在过后这个 和我合作的这个舞蹈大秀里 给你展现他们真正的实力 那好那好 对对对 我们合在一起之后 可能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力量 可能是两百三百四百 一千 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你 不快点还能抢到人吗 你觉得 人嘉伦张开双臂 已经是无接触拥抱了是吧 来我这边 我把礼物都准备好了 AC放下 放下 恭喜朱振婷 这么冷酷啊 你从上就 扶不了他 孙文嘉 冰山美男 这样的人会不会一上舞台 就变一个人 哦不说话一上的时候 对 吸起来之后发现并没有什么用 只不过我希望 呃面部表情 如果再饱满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作品会更加完美 我一直默默没说话 是因为我觉得你会先 优先选这边 但我会默默支持你的 如果你呃 没有去他们的队伍里 我这边是随时给你敞开大门的 哇哦 这是一档美食节目 就是忘了我们四个人坐在这儿了 老师没给我们吃的 他们家前面那些吃的 什么都没有 对你看 失误了吧 主要就是想 我觉得他们的主题选得非常好 虽然他们的各方面编排 没有那么的复杂 也没有那么的炫机 但是大家还是非常能看得懂 也非常理解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为女孩子 在力量和控制方面 其实做得也很好 你们舞团是不招男生吗 我只是在考虑就是 像我这样一位男生融入进去的话 会不会有这个肯定 是武林大会吗 我感觉是不是其他的领队 不用说话了 你们想选我吗 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任嘉伦老师 但是 但是 我们 你看你说 你这句话多不伤害任嘉伦老师 来 进一了 小猴 想当大侠 那一个节目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希望你能再减少一点 耍棍的这个时间 那你应该多跳一点 你这个时候不展现 你什么时候展现 下回能展现 下回 谢谢嘉伦 所以你现在主要是 从事的是演员的行业 还是舞蹈 其实 包括我 这是西方 我终于也见识到了 什么叫实力 谢谢 谢谢老师 我想跟你们 看看能不能碰出一些 不一样的火花 我们舞队非常开心 可以向你们抛出这个橄榄枝 好 谢谢 几乎要平均等 但是 没关系 没关系 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很难去掌控 这天 我们坐下 你就是那个 大姐刚刚也说 我一开始是觉得 她的表情方面还做得挺好 但是后面都是 反反复复 做同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确实也觉得有点多 然后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想表演这样一个作品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原来 这个我跟尹正 跟尹正认识十年了 尹正在没改名之前 我们就已经认识了 所以你看你这个角色 跟尹正之间 是不是 贴合比那个小明哥要 谁说的 我们队也没有会跳舞的名字 我这也没有 天哪 我真是 看不了这样的 我当时经常会在一个 我觉得四姨的表现是 非常非常好 在我站无论是 你的控制也好 你的张力也好 你的情绪表达也好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棒 其实我之前也有过一段 就是状态非常非常不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每天收工回去 我就会去跳舞 就自己一个人跳 人活着 无非就是让自己开心健康嘛 是不是 千金难买你开心啊 只要你开心的话 你就去做就好 我反而很支持你 我这儿会给你一个名额 无论你选哪一个领队也好 我只是想看到一个热爱跳舞的你 继续在这个台上留下来 给大家表演 真的 欢迎你 喜欢 给大家继续会 给大家忙节目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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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愿 感谢观看